单身族群想要吃吃到饱 再也不用呼朋引伴了 我们要告诉您有火锅业者 现在要推出个人的火锅吧 一样是吃到饱 一样是海鲜肉片随便你挑 但是呢就是可以一个人来消费 而且他还担心 如果说一个人来吃饭会不会很无聊呢 特别把每个人的座位都加装了个人电视 让您可以一边吃饭 一边看看电视打发时间 天气转凉来吃锅 不过孤家寡人上火锅片吃饭 写得怪尴尬的 现在有吃到饱业者推出单人的火锅吧 令终上门消费 一个人也很自在 你好 这是你要的肉 谢谢 喷枪烤的生牛肉滋滋作响 现捏的至少握寿司端上桌 海鲜肉品摆得满满满 不管是要今天的蛤蜊还是炒虾 应有尽有随你吃 以往要跟朋友聚会才有的菜色 现在单身一个人 都可以享受得到 而坐在靠墙的位置 难道是惩罚单身 面并思过吗 原来是店家精心设计 一边吃一边看电视 保证不无聊 是比较不无聊 但是他们这边有电视墙 就还可以啊 出事全满 因为第二次来用餐的 知道有电视的 每次来用餐都会指定说 要来坐电视区这边用餐 每到假日尖封时刻 十二个座位就几乎全满 原本主打大家聚餐的吃到宝火锅 经营模式正在改变 好 谢谢大家